看看这大厂 我的粉丝朋友 嘿嘿 你的粉丝朋友都比你有实力 对 我的粉丝朋友都比我有钱 我跟你讲 外男 刚一过说话 双双 吓我一跳 但是他认识我 你也干不了坏事 我能干啥坏事呢 我第一次看外男 你看 我这次出来学习到好多 你看他带着鼻环呢 每一个牛鼻子上都有一个环 这个棚盖了 而且这个棚好 下雨天这里边也淋不着雨 这个棚就得签了 知道吧 看这棚 上面全部都是彩缸 然后那边是阳光板 下雨天最起码 他也不会说湿的特别厉害 哈哈哈哈 大姐逗呢 这边都是刚到家的小牛 这是在哪买的牛呀 这个十百兔 十百兔 多少钱买的 八千多 八千多 嗯 挺好 挺好 牛小 这边就是里边有多少 五十多头 五十多头 哎好密集啊 反正也是这边都是通着的 看那边也能通过去 这个好 人家这边就弄的好呢 单板的采钢 然后阳光板 你看那大铁柱的都那么粗 这边 这明天还得进牛呀 这边 那边应该是要出篮的肥牛 那边也得 几十套白班的哈 那一大片 这边都是 这两个小兔头都不错 这两个 这个也行了 王爷南 你看这个 这个也行了 只不过 嗯 带眼圈连着后边的眼圈的好 这样的好 这样的不错 那就是这个 你看 它黑的那个小点 瘦 哦那个瘦 感觉像不太精神似的 这边已经十二个月的牛了 大哥可逗了 讲话了 昨天打电话 问这牛卖不卖呀 马上问 多钱 十五块多 大哥来一句 啥说牛 掉价掉到十二三楼在卖 这牛其实还有点欠标 在胃上一个月吧 这个大 这个大 看这山腰 不错啊 打架呢 比试呢 快加油 一二一 这个没有那个 反养的老弟 他那牛 打得激烈啊 这个确实是我的粉丝了 我刚刚找到了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 他给我发过 看看这边的厂旁 这边的厂房 这边的设备 看看人家这一大片呢啊 真得向人家好好学学呢 这地方真好 真宽敞 哎呀 这草 硬的呀 这个就是麦街吧 麦街杆 看这还有这个蒜 硬的 这应该炸一下段了吧 大设备 料罐 这大哥他们家今天买黄薯呢 200块钱一堆 然后直接运进去 这一大车一大挂就完全拉呀 这边一大片 正晚上边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黄薯 正晚上压这个黄薯呢 然后你们看呀 碎的 个别有一点玉米粒 这个味道 有点上头啊 原谅我头发长 见识短 当然了头发也不长 但是见识确实挺短啊 我第一次见他们压黄薯 是这样压的 然后第一次见的 这个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碎碎的 然后摸起来稍稍 我感觉有一点点的黏 味道是酸的 特别酸 这个一定要多加小苏打 要不的话这个酸度太大了 牛就容易瘸呀 这车误住了好像 这边有柿子 啊 轻柿的别等 轻柿的不能等啊 这是柿子呀 妈呀 就跟山西那样柿子一样 它只不过没红的哈 没红的 没红的放过它吧 是吧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我都替你发表心声 我不用你发表心声 好吃就是好吃 好吃我就栽吃啊我 好好好 老子在这抹黑我 你就是最大的黑分头的 我告诉你 讨厌的 谢谢您 您咱们说 妈妈 你不想变一段 不不下油 好 这边下油 到底怎么能不能再做什么呀 是 哪里 哪里 不下油 你宅 就不下油 不下油 不下油 一天开始关门 以后有机会了 你还有点小事你到我家 对 我好有机会 你有时间了你到台湾 你抓住你了再去通常你 照料你 对 你到我家溜达溜达看一个 晚上你给我指导指导 我给你知道 我再给你多学习 你给我指导指导 你这么大的场地你得给我指导指导 大哥 我得向你学习了 好 我向你学习